家暴如今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词了 全国各地最起码有一半的女人都受过多多少少的家暴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 轻则鼻青眼肿 重则医院住院 如今这个社会追求的是人人平等 可是有些女人活得真的是平等吗 她们每天都提心吊胆的活着 生怕一个不小心就惹到了自己的男人 换来的不是痛骂就是毒打 这让没结婚的我们对爱情长生了畏惧 有时候我们彼此开玩笑的说 以后找老公要找一个身材弱小的 这样的话如果要发生家庭矛盾的话 可以少受点伤害 其实我们这样想是完全有道理的 因为我们身边就有过这样的事 一个事业稳定家庭幸福的一个女人 竟然被自己的老公活活打死 我家楼下不远有个美容院 不大但里面项目挺全的 而且收费不高 所以我和我的小姐妹经常会去那个美容院 做一些日常的皮肤保养 一来二去我们跟那个美容院的一个经理很熟悉 她们那个店除了老板娘说了算 所以我们有什么事都找她 她的年龄也就在不到40岁左右 待人和蔼可亲落落大方 听她说她有一个喜欢健身的老公 身材非常好 还有一双阿女 家庭非常幸福 每个月能挣将近5万块钱 可以说是富产阶级的人群了 非常让人羡慕 可是就在上个月她竟然离世了 当我得知她的死亡原因的时候 令我唏嘘不已 上个月的一个周末 我像往常一样来到这家店做皮肤护理 因为每次都是那个经理接待我的 所以我都已经习惯了 每次去做那些项目她都知道 可是这次去的时候 那个经理没在 接待我的是他们店里的一个老员工 于是我就好奇地问了一句 你们店的那个经理呢 平时她不是都在吗 今天怎么不在 有事休息了吗 后来那个店员吞吞吐的说 那个经理出事了 去世了 公安局的人刚走 我听到这些话很是震惊 我说是前几天我来的时候还好好的 怎么会去世了呢 后来那个店员因为我是常客 所以就跟我说了 原来她是被她的老公活活打死的 就因为她老公怀疑她出轨 店员说其实她没有出轨 因为每天两点一线上班下班 根本就没有别的男人 而且也接触不到有男的 是她那个老公太淫心 出事几天每天跟她发生争吵 那个女经理本身就很强势 估计也没有跟她老公解释 也没有跟她老公公通 所以就导致矛盾不断变大 最终她老公失去了理智 活活把她给打死了 后来警察到我们这里立案 我们才知道 警察说临死前被她老公 足足打了五个多小时 听到这些我毛骨悚然 不敢相信她这五个多小时 到底经历了什么 所以说如果自己遇到家庭暴力 无法避免的时候 一定不要和男人硬碰硬 要学会保护自己 等她出玩气一定要报警 让她受到法律的惩罚 然后与其离婚 千万不要忍让 觉得这种男人会改 他们如果会打你一次 就会打你无所次 所以如果遇到这种人 首先要学会保护自己 其次与其早点分开 早离开 早解脱